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坚生 今天是2024年10月5号星期六 那我今天想要来分享怎么样去保养你的火腰枪 那我保养的这一台,它的型号是DX460的 它的外盒这边都有一个简单的保养的图片 我们就是稍微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保养 那我们保养需要这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都是原厂的 还有原厂的用油 那你如果没有原厂的油的话 通常我都是用WD-40也可以 反正它只是润滑的作用而已 接下来我们先把机器拆起来 枪头的拆卸,就是直接把它旋钮开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将活塞杆跟枪头拔起来了 那这一组再拔,它这边有一个按钮 它会卡住这个锅槽 所以你要旋转之前,你要先把这个锅槽按下去 这样子才可以旋转开 这两个差别就在这边而已 接下来我们将外套筒拆开 这边有一个按钮,我们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就可以旋转开了 那我们就是把它打开 那这边你可以记一下它的长短方向 就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对不准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箭筒 这边也有一个箭筒 我们就是对箭筒 然后最后装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拔起来以后 我们先来清洁枪生 枪生它里面大部分都是有火药的残留 那我们就是先把灰尘清一清 这里面基本上是不太好清啊 所以我也很少在清 那我们就是稍微拿刷子 这样子刷一刷就可以了 就是将一些残留的火药把它清掉 然后我们喷一点油 有原厂的我们就喷原厂的 就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清洁这个枪孔 那枪孔一样 我们先把灰尘清一清 好接下来我们拿这个刷子 进去里面刷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个小口的刷子 就把这边清一清 这边也是 然后同刷 我们就是把这边的火药 全部把它刷掉 这样子稍微清一清应该就可以了 这一根基本上它是在推这个活塞的啦 反正这个活塞它卡住也不会卡很紧 一拉就出来了 就这样子而已 这边的灰尘清完以后 我们给它喷个油 反正铁的东西你就是全部都给它喷油 有一些师傅他是拿基油 都可以啦 反正它的作用只是润滑它的铁键而已 那像这个活塞杆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稍微把它清一下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一样我们这个给它喷油 那接下来我们的枪头一样 把它清一清 那我个人建议就是用刷子下去刷就好 刷眼一样给它上油 那这一个枪头还算干净 所以这个我们就喷油就可以了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先收起来 它的原先的枪头就已经很好用了 我们把它保存起来 这个都当作备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组装 那我们先来装这个枪桶 这边都有箭头 我们直接对箭头 那要装之前我们先把灰尘推干净 那我们对好 然后把它推进去 接下来我们把它锁上去 然后锁到底以后它这边会自然的卡住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将活塞杆装进去 装之前一样先把灰尘清一下 最后装我们的枪头 然后一样把它压进去 然后把它锁紧 OK 然后卡住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保养完成以后 我们稍微测试一下 火药在装填 它旁边都有做卡槽 所以我们可以听卡槽的声音 下去判断火药的位置 那我们一样装一发钉子 下去做测试 火药没有对到 我们就再推一下 OK 这样子有钉上去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的火药枪 就保养完成 测试OK了 那我这一篇 喜德丁的DX4-460的火药枪 简易保养分享影片 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